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阿格尼尔哈姆坦是美国的开国元勋 他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思想和政策在早年帮助塑造了这个国家 他的遗产至今仍在继续 经济政策 汉密尔顿对美国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经济政策 作为乔治华盛顿总统领导下的第一任财政部长 他制定了一项为国家建立健全金融体系的计划 该计划包括 创建一家国家银行来监管货币并向政府提供贷款 建立联邦税收制度为政府提供资金并偿还国债 通过保护性关税鼓励国内制造业 通过偿还欠外国的债务建立信用 汉密尔顿的政策颇举争议 但他们为我们今天所知的美国经济奠定了基础 他创建的国家银行成为世界各国央行的典范 他关于关税和国内制造业的想法帮助美国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 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 汉密尔顿还在美国宪法的起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作为代表出席了1787年的制宪会议 在会议上他主张建立一个有权征税和监管商业的强大联邦政府 他还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 这是一系列旨在促进宪法批准的文章 联邦党人文集仍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之一 第一 在他的政治生涯之前 汉密尔顿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大陆军服役 他被任命为乔治华盛顿将军的副官 并在几次战斗中表现出色 他还参与了情报收集并帮助策划了对约克镇的袭击 来导致英国投降和战争结束 教育 汉密尔顿认为 教育对于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他帮助在纽约市建立了汉密尔顿免费学校 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 他还相信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并帮助建立了新泽西学院县委普林斯顿大学 废奴主义 虽然汉密尔顿不是废奴主义者 但他确实支持逐步废除奴隶制 他公开反对奴隶贸易 并帮助成立了纽约解放协会 该协会致力于结束该州的奴隶制 汉密尔顿关于奴隶制的著作影响了后代的废奴主义者 并为美国最终废除奴隶制奠定了基础 总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早年为美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经济政策帮助建立了强大的金融体系 为美国经济奠定了基础 他在起草宪法和通过联邦党人文集 促进其批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兵役 以及他对教育和废奴主义的倡导进一步巩固了 他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